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内外研究都停滞不减的艰难处境下 而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 曹元在石墨西研究领域中大获成功 成为在Nature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最年轻的中国学者 甚至还一次性发了两篇 当时的曹元才22岁 这是许多学者奋斗终身的目标 属今曹元还是一个年仅24岁的少年 取得了如此重大的研究成果之后 成为了全球各大高校争夺的热门人物 希望曹元能够在自己的学校继续学习并创造更多价值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